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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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田出來了 我們到達了米蘭 現在去第一個我們需要去的景點 我們現在趕著要在半個小時之內 到達這個米蘭大教堂 為什麼要這樣的時間呢 因為米蘭大教堂其實是要預約買票的 而且要買就要早很多個月之前買的 不然你就會剩下一些很爛的時間 或者有些位置你會買不到 所以我們就是買了四點鐘的票 我們四點鐘之前就要去到那個教堂 參觀的時間就是兩個小時 另外有一件超級超級重要的就是 每一次我去到意大利 去過的那些人都是只有一個東西 很多賊 那種治安好像差到隨時出門 還會被人搶貸 那種感覺很濃烈 我們現在就去其中一個黑點 就是教堂那個位置 你覺得我們今天的河巴會不會保得住 你看看我們呢 都是會經過米蘭的中央車站 我們要乘這個地鐵轉車過去 這邊很大的一個蘋果 看到嗎 有裝甲車在這裡 好 下去了 嘩 這麼冷清呢 這個站 有點淹底 很危險 買個漂亮的票 英俊士 咦 沒分車站嗎 是不是 我好像看過一下 這裡去哪裏都是一個價 試一試 購一購 10元 正在印票 出來沒有啊 趕時間 這個兄弟 喂 機器在哪裏等 錢呢 嘩 這麼慢呢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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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我們要搭四個站 去到這裡 暫時還未見到賊 好像多安全 剛剛那個人還教我買票 非常之好人 我們到啦 一出去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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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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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個女人看著我看白鴿 她會覺得你看看 成萬隻 你追什麼呢 剛才有個黑人遞了白鴿糧 想著我會接少年 我已經做足好了 遇到賊的準備 我是不會再害怕 這些 我一接了他的白鴿糧 她應該會為我收10元歐羅 我覺得 現在呢 3點踏10 剛剛好 哇哇哇哇 看到嗎 這個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的教堂 看看這張就是我們 買了 預先買了的票 如果我們沒有預先買票 有機會 現場買票會太爆入不了 還有要排隊等買票放很久 排隊買票 聽說一排 就要超過一個多兩個小時 所以你最好在網上 官網訂了一張票 這個就是官網的票 官網的票有很多很多很多種 因為這個教堂是分段收費的 你最好一次過買一個叫傳票 你要研究一下 你會不會走樓梯 還是想搭電梯 因為我想走走 所以我就用了樓梯票那一隻 如果你沒有像我那樣預早買 或者你真的很吻 好像我那樣 你可以去參加這裏的團 其實就是炒票 他預先買一大堆票 然後整成一個團 然後有個人會跟你講解 然後告訴你 帶你進去 但是那些票通常都是早上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 還有現在我這個傳票 是十幾元 參加圈差不多都要四五百元港幣 即是貴了三倍以上 我們終於進來教堂了 你看到很多很細節的位置 全部都是石的雕刻 不是賭母啤出來的 見見都是人手做的 那個天花板 距離我應該至少都有十層樓高 全部都是一塊塊石 不是石屎水泥鋼根起的 不知道怎樣倒上去的 可以自己點蠟燭 不過要課金 這個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教堂 啊 這些呢 你不是來的 親眼肉眼看 你是想不到這麼漂亮的 我起初都以為是很普通的 很透光玻璃 但是它的顏色 我這裡看 因為裡面很暗 然後外面真正太陽光透過來 它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每一客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不錯吧 你看看 每一條柱上面 都是一些很細的雕刻 不是很細件 是很細節 人那麼高的那些全部 這裡就是祭壇的部分 是不是叫祭壇 我小時候是讀天主教的 但是呢 大概已經忘記了 我只記得呢 會呢 有一個人呢 拿著個好像大鐵錘 那樣在那裡 有條鏈那樣 是在那裡搖那些香 然後整個教堂呢 都是那股香味 是香的味 不是香味 你明不明啊 你看那裡 有那些管風琴 如果呢 彈起來呢 應該呢 整個教堂呢 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 超大座 我希望你回答 我這一點 都可以聽到 我可以聽到 那裡搖那些 我可以聽到 或許燈 我會聽到 我可以聽到 我可以聽到 你做的 我可以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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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 我可以聽到 我可以聽到 你聽到 我可以聽到 你以前 我可以聽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 未必是教徒 你會覺得會不會教堂會很悶 你都不知道那些故事說什麼 誰打誰 我一開始都害怕會這樣 所以我在想來不來 但我一進來那一刻 我就覺得是比整個建築 那塊東西它興建的時候 你開始想那些東西怎樣 可以在一起 那些東西怎樣會整成這樣 這個歷史有多久 這些所有東西全部都衝進來 你就不會記得這個是教堂 這裡每一樣東西 你都看到是以前的人手這樣做 所以這個地方 總共整個建立了差不多四五百年 才叫做員工 因為他們每一部分都花了很多時間 那個頂其實最快是員工的 一開始整個廊其實做得很快 但是你逐一部分做 逐一部分做 就經歷了四五百年才完成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完全版 不過我也是覺得 如果你來得到 真的不欠再 佈到那些導遊團 那你就可以更加清楚 每一個部分 那些歷史 或者裡面是說什麼 是值得的 只是我時間夾不到 不過有一個問題 你英文要挺好的 因為那些導遊是講英文的 而且有機會 有一些導遊是意大利人 他有意大利口音 你的英文就要更加好 才能聽得懂 對了 忘記跟你們說了 這裡所有東西 都是不可以用閃燈的 因為光本身是會損壞那些東西的顏色 即是好像你的東西 你曬得多會掉色的 就是那個原理 所以你看到那些博物館那些地方 那些光是很暗 而且它有調過那種燈 是會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曬掉那個畫的顏色 閃光燈一樣 因為閃光燈是一個很強很強的光 所以如果你這樣照下去 那些畫 你這樣照得多 都是會保存得不太好 這裡就是其中一個 又要另外買票的 要傳票才能入到的地下室 地下室 很窄 什麼來的呢 應該掉了一副太陽眼鏡 如果你不想搬那些導遊團 你又想有人解釋 其實可以租這些機 這些機租了 它就會告訴你 一個6歐 兩個10歐 連同一張票加二十多 那你也不如加入這個旅遊 好 我們出去了 嘩 我爆光了 嘩 好 我們出來了 還有另一件事是一定要看的 而且是要另外計算的 如果你不買全票 又是另外要買票的 就是上頂部了 看到嗎 我們現在前面有這個東西 Admission on food 這樣 應該我沒有猜錯 就是我應該是走這邊 就是走路上去 上面 再上面 再上面 這裡 看到有些人仔粒粒 我們可以上去那裡看 不過我覺得不要漏了 看完 旁邊 真的每一個 都是做得非常仔細的 不能假裝 有些事情 請先買票 要先買票 我們可以沿著這條 超窄的樓梯 不停地往上走 你看 有一條小泥 透光 都很涼爽 雖然今天很熱 樓梯很窄 極窄 沒辦法 我太大隻 嘩 為什麼這個 被人畫了 被人貼了貼紙 老人家不熬 如果你是跟老人家來 最好就買電梯票 有分兩種 如果 我一早知道 在一條這樣 沒有特別的樓梯 我會買電梯票 好像貴一兩元 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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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 這裡就是屋頂了 屋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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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有些刺刺在這裡嗎 就因為這裡有很多白鴿 怕他們在這裡聚集 所以就放些刺刺在這裡 刺他們 讓他們不要在這裡聚集 你看 其實他們是瘋狂的 那些葉紋 那些葉墨 全部都有挑 是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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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一瘋狂的 是瘋狂的 都在這裡聚集 我們來到傳說中的頂樓中的頂樓了 但是很可惜 全部包住在維修 舊雲剛剛好 好像翼一樣 如果有些東西重修好 就會變成這樣 白雪雪了 成功 終極打卡位已到 超棒 我剛剛可以遮住它維修的位置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下去了 大概走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如果有導遊了解得清楚一點 應該可以走久一點 其實你可以預算半天的 我覺得 再打一次卡 居高林牙 很可惜有個鐵絲網 下到這邊 一邊 全部都封了 又重修 但也安排得不錯 起碼有一邊 是完全開放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棟樓 這麼有趣的樣子 這次怎麼看到的感覺 是不是很有名的呢 好啦 我們參觀完米蘭大教堂了 我的感想是很曬 還有最好 帶多一支水 這樣就會非常之好 這是什麼旅遊建議 好啦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LIKE,FB,FB,FB,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逢星期一 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 都有機會有新片 六點鐘 準時見 就這樣 拜拜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呢 這些大理石的地 好舒服